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神的话语记载在 撒摩尔纪上的第十章 我要从第十七节再读到二十四节 撒摩尔将百姓召聚到 米斯巴耶和华那里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 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 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又救你们脱离 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 你们今次却厌弃了 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上帝 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 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 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撒摩尔纪以色列 众支派进前来支签 就支出汴亚敏支派来 又使汴亚敏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 就支出马特利族 从其中又支出 姬氏的儿子扫罗 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 就问耶和华说 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 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 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 他站在百姓中间 身体比众名高过一头 撒摩尔对众名说 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 众名中有可比他的吗 众名就大声欢呼说 愿亡万水 这段经文里面讲出 耶和华上帝要透过先知 要做了一个筹签的动作 现在找老教会的三间神学院的毕业学生 他们要分派到哪里去的时候 在六月份的当中 他们也会做这个抽签的动作 抽签抽到哪个教会 他们就顺服接受 总会的安排派到哪个教会去 那么旧位圣经抽签的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讲抽签在那个时候 我们称之为是知道上帝的一个心意 上帝的启示 每一个基督徒都很喜欢知道说 这是不是上帝的心意 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我的工作 我的读书 我的选择是不是合上帝的心意 如果是的话 我们心里面就很笃定 上帝必要赐福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也寻求上帝的旨意 在新约的时代 寻求上帝的旨意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有个心态 对如同主耶稣来了 他说我来了 就是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耶稣非常的清楚 他来不是要接受人给予他的服事 而是他要来主动服事别人 所以一个爱主的人本身 他为什么要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他如果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 他会遵行 当我们遵行 第一个得到上帝给予来的平安 第二个可以得到上帝来的喜乐 第三个获得上帝来的力量 如果一个人没有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心意 即使你拥有 你可能没有平安 你没有喜乐 而且你没有力量 所以这就是一个可以看见 许多很有力量的人活在没有平安的地方 平安健康喜乐力量 这个几乎都不是人可以自己获得的 而是上帝给我们的 好我们回到现在当中 你我如果在现在的时代当中 明白上帝的旨意呢 第一个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 所有一切的启示 在新约的时代都不可以离开上帝的话语 同样的在旧时代 虽然没有写下了圣经 除了律法书之外 那就是要听上帝给予的启示 那个时候还有先知 那个时候还有不同的方式来教导我们 所以圣经是要我们寻求上帝旨意 最重要的一个根据 我们必须明白 即使我们没有读神学院 我们也必须非常殷勤的明白 第二个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是透过圣灵的感动 圣灵与我们同在 圣灵与我们同在 跟圣灵与扫罗同在 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圣灵在新时代 是永远可以与我们同在的 祂要做教导的工作 当我们得罪神 圣灵会责备我们 圣灵会引导我们 所以聆听神的声音 是从圣灵的感动 慢慢慢慢地开始学习的 就好像父母亲跟孩子间的互动 他们日夜 他们今年相处在一起 所以孩子很能够明白父母亲的心意 父母亲也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这就是什么 长久他们在一起 就知道彼此的默契了 所以圣灵如果让 知道我们犯罪 他就难过 我们当然也会不舒服 会难过的 第三个透过神迹 是有的 但虽然是不多 透过异梦 我们在与圣灵同行的过程当中 神会在梦当中跟我们说话的 异象 就像新约时代的保罗 他在异象当中 看见神对于他宣教的指示 再来神的使者 再来是神直接对我们的说话 神直接跟摩西在经济当中说话 但是神现在在时代当中 他或许会透过牧者跟我们说话 神透过先知对我们说话 但是旧约圣经先知 非常的多 新约比较没有了 再来神也透过预言 我在大学时代当中 我有个辅导 神也透过他对牧师 说一些预言的话 但是预言都不会离开 圣经很重要的原则 第十个是非常普遍 是透过属灵的长辈 对牧者 长老知识信徒 你周边这些属灵的 追求上帝的弟兄姐妹 都可以成为我们 明白上帝旨意的参考 第十一个就是一个 非常普遍的叫环境的印证 扫罗 他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所以你可以看见 我们寻出上帝的旨意 在这十几个方法的当中 最普遍的是圣经跟环境的印证 跟圣灵的感动 最普遍的 当然上帝要我们明白 神的旨意的时候 是寻求比较重要的事情 平反的是每一天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十一柱形 这些神已经给我们 自由意志 我们长期跟神的相处 你明白了 你有的时候不必去怀疑 你就这样做了 就好像我们手的动作 非常的敏感 这个右手就出去做反应了 我们不会问说 这个时候应该是右脚先走 还是左脚先走 你不用去考虑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同样的道理 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操练久了时候 你自己知道 你会很习惯的做这个动作 在大原则当中 不会预约上帝的旨意 这是在关键的时刻 我们常常要寻求 例如这一次的大疫情 肺炎的疫情 影响着身 影响着面多么的广 我们或许要更深的祷告 上帝的旨意在什么 面对教会的冲击 大的教会 信徒没有办法来聚会 我们以后怎么样改 调整 小组的运作 如何让很多的人 不会离开教会 去看只有一个电台的 所谓的直播的节目 因为大部分的教会 没有那么好的设备 我们怎么样面对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因此 求神帮助我们 在寻求上帝的旨意当中 每一步都要非常地小心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